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国上餐厅 健身房几乎畅行无阻 以色列疫情趋缓 数字会说话 实验室研究初步显示 辉瑞疫苗成功阻挡89.4%的武汉肺炎病毒扩散 与此同时 美国医学院教授也投书华尔街日报 分析美国过去六周以来 确诊人数下降77% 他推测依照这个趋势 美国人到4月就能重返日常生活 但多数专家还是偏向保守 何时重返日常 还存在逐多变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